近日,国平又迎来一件大喜事,国平的世界冠军,同时也是主力干将的樊振东,得到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志愿者形象大使的身份。 这是多么光荣的,感觉不应该只说国平,应该说整个体育界,都值得欢喜的,只见世界冠军樊振东一手捧着荣誉证书,一手拿着奖杯,并且还穿着整齐的军装,那是多么的英姿萨爽,一个军人运动员的骄傲,连小兵看,那也是羡慕不也啊。 而樊振东能得此苏荣,只能归功于他平日的勤学苦练,再加上他赛场上的顽强拼搏,一关一关地闯过去,直到战到最后,也是因为他的表现,赢得了众人的一阵欢呼掌声,也赢得了大家的认同。 樊振东在的此苏荣后,便在自己的私人社交平台上,发表了自己的感言,很开心,很荣幸成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志愿者形象大使,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去关注军运会,服务军运会,为我们中国军人加油鼓劲,纳喊助威,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的风采,看到他的感言词,小编真是举的霸气。 在樊振东身上小编又看到了一份军人威武的形象,特别是看到图片中樊振东穿着军装上台演讲,那是多么慷慨激昂,一声声可振动,到年轻一辈运动员,的蓬勃向上的精神。 樊振东当此世界军人运动会志愿者形象大使适当之无愧啊,美中不足的是樊振东因生病,屈膝了地狱级赛事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,如果他能在这比赛上, 再拿上几个奖杯,不是更好,双喜临门,小编在这忠心祝福,他再接再厉,再为国际赛多拿几个奖杯回来。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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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